中国餐馆有个问题 中国餐馆最大一问题就是炒 炒死你拉倒 所以中国的餐馆 好一点的餐馆都有担尖 担尖主要就是怕别人炒你 也怕你炒别人 你看西餐厅就不这样 我到法国去 到英国去 到美国去 吃了当地最著名的餐厅 没担尖 大家都在一个厅里吃饭 也许你旁边那个人就非常的有名 他也是不进担尖 中国人很不习惯 中国人老觉得 我吃这饭我这么大身份 或者说我花这么多钱 我应该去担尖 人家没有担尖 人家都安静 不想中国人吵闹 中国的这种餐厅 在全世界等级不高 就是因为这吵闹 你到美国去 如果有人请你吃中餐 这就叫会有 西方是一种非常理性的 讲究科学的一种饮食观念 这个我们说的西方 还是西方正统的饮食习惯 美国人呢 那个饮食习惯确实不怎么说 他强调饮食的这个营养和价值 注重这个食物的 所含的什么代白质啊 脂肪啊 热量啊 维生素 你看那个外国食品上 经常把这个都标出来 中国人追求的什么 说你这都没用 中国人追求的叫 色香味形俱全 这菜一端上来 首先要好看 你黑不溜秋的不行 得香有气味 是吧 这形上还得摆盘 现在好一点的餐厅啊 后厨那专门有人摆盘 我们有时候吃西方的这菜呢 吃的不高兴 为什么呢 就简单啊 这东西味同嚼辣啊 实在不行就让人倒点油啊 倒点醋 不像中国连个拌菜都做的 特香啊 说到这儿直流口水 中国人说 你食味一天嘛 是吧 色香味俱全 营养流不流失 不重要 美国人怎么吃啊 汉堡包 热狗 就是这种 这个 还有三明治啊 就这种好貌似 很有营养 貌似能够解决问题的饮食 所以美国呢 都吃成那大胖子 美国人啊 你怎么分辨他有钱没钱呢 就我告诉你 越胖的越没钱 你到上流社会 去参加活动 那人都比较瘦 凡是你一看 这一屋子胖子的 这人都是 社会地位比较低 比如我去美国啊 开车 在美国中部 一个小镇停下来吃饭 一进那餐厅 把我惊着了 那堆胖子啊 胖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胖到 让任何人看见他们 都觉了减肥的念头 就您这200多斤 您的胖子到他那儿算一瘦了就了 那人都是300多斤一个 吃饭的时候都先忽悠 忽悠到桌子跟前 忽悠悠悠 然后把这肚子拿起来 从桌子上一搁 减轻点分量开始吃饭 他吃多少啊 我们不去盯着人家 但是他最后吃那一甜食就把我吓着了 一点都不夸张 这么大 直径足有 20公分的 大高脚杯 满满的一杯冰淇淋 他吃完饭把那一大盆子都吃进去 我们吃不进去 我们吃这甜食 我现在基本上不吃 吃也吃一口 中国的烹饪 比西方的烹饪复杂 西方的烹饪里比较复杂的 就是法国菜 意大利菜复杂一点 你像英国菜 美国菜 美国人就不会烹调 美国人除了拿面包虾夹着点东西吃 他就不会烹调 咱这烹调说起来是一门艺术 烹调的方法多 溜 溜干尖 焖 焖肘子 烧 红烧肉 窜窜丸子 蒸 粉蒸肉 炸 干炸丸子 酥肉 焕 焕是一大锅 河南人最爱做 焕羊肉 爬 爬牛柳 爬牛舌 炖就不用说了 啥锅炖 爆就是炒 爆炒 甚至还有拔丝 我小时候 特喜欢拔丝 我自个儿就会做 把这锅里搁一点油 把家里的白糖 抡圆了搁半锅 慢慢的一点一点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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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它炒成糖漆 火不能大 最后切了苹果往里一扔 一拔出来 特高兴 好吃 所以中国做出这个菜肴啊 让人眼花缭乱 五花八门 不论你是多么牛的一个时刻 中国一定有你没吃过的东西 但我们这种烹调不都适合家庭 家庭做呢 首先受厨具的限制 我们这个厨具家里的 你跟这个餐厅没法比啊 其次呢 又受这佐料的限制 你看那大厨 这半个灶台都是佐料 咱家里它就不是个酱油瓶子 醋瓶子 各个油瓶子 就比这佐料就不够数 再有呢 你没时间 你耗不起 你一问那有名的大厨 您说您这汤掉了多长时间了 您说这汤从昨天掉到今天 你家里喝一汤 你这时间赔不够 所以中国人家里的菜呢 叫家常菜 对不对 跟餐厅里的菜有区别 但是你知道家常菜是可以吃一辈子 这人可以一辈子不去餐厅 但餐厅里的那菜 你绝吃不了一辈子 你要天天上一餐厅去吃饭 我估计连一礼拜你都扛不下来 你就实在就腻了 这餐厅的这个菜呀 好吃归好吃 一礼拜吃一顿行 吃多了不成 那么西方人呢 他讲究不仅是科学和营养 更讲究这个操作的严谨 最典型的就是咱肯德基和麦当劳 你任何人不会做饭没关系 你到他这来按着他的程序走 你也能把那薯条炸得很合适 炸多少分钟 炸多少秒钟 他都规范了 中国不成 中国你怎么学他这烹调技术 一人一个样 他没有标准 如果中国菜有了标准 那炒出来的菜未必好吃 你比如同样一个最大种的菜 公报鸡丁 外国人最爱吃这菜 你看外国人吃公报鸡丁的 这个公报鸡丁往往就偏甜偏酸 北方人就愿意吃偏咸的 南方人愿意吃偏甜的 但中国餐馆有个问题 中国餐馆最大一问题就是炒 炒死你拉倒 所以中国的餐馆 好一点的餐馆都有担尖 担尖主要就是怕别人炒你 也怕你炒别人 你看西餐厅就不这样 我到法国去 到英国去 到美国去 吃了当地最著名的餐厅 没担尖 大家都在一个厅里吃饭 也许你旁边那个人就非常的有名 他也是不进担尖 中国人很不习惯 中国人老觉得 我吃这饭 我这么大身份 或者说我花这么多钱 我应该去担尖 人家没有担尖 人家都安静 不想中国人吵闹 中国的这种餐厅 在全世界等级不高 就是因为这吵闹 你到美国去 如果有人请你吃中餐 这就叫会友朋友 咱们一块吃中餐 多吵都不在乎 越吵大家就比着吵 为什么你不喊 你听不见呢 但是你到纽约去 人家请你吃西餐 这就叫宴请了 请你吃日本餐 叫高级宴请 你说我们这中餐啊 自己觉得有十八般武艺 我们中餐能做到色香味俱全 每个老外到了中国来 都吃说中国饭好吃 中国菜好吃 但为什么就高档不起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异 中餐不仅吵闹 而且布置得非常热闹 海外的中餐厅 只要你一进去就跟天天过节似的 以红为主 不知为什么哪一天 中国这个餐厅就变成以红为主了 太火爆 吃饭的时候周圈的环境压力太大 我在国外啊 没少吃中餐 唯独吃了一个中餐 记忆深刻 在哪呢 在德国 在慕尼黑 有个朋友说 这有一层中餐厅 特高级 你愿意没愿意去 我说好咱去了 一进去 我进门第一件事 我就跟这人说 我说这餐厅不是中国人办的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这色调就不是中国人的 一进去 暗蓝的色调 你说中国餐厅怎么能想起个暗蓝的色调 一看那就是外国人办的 而且它是中餐西吃 什么叫中餐西吃啊 就是大家不围着一大圆桌 又喊又叫 每人一份 给我点菜的小伙子 一下就认出我了 说马老师你怎么上这儿来的 我说这地儿是不许我来吗 他说不是 说这个地方很少来中国人 我说这一中餐厅 为什么很少来中国人呢 他说因为这中餐厅不怎么中国 这中餐厅呢 不让大声说话 所以中国人都不爱来 你看 中国人吃饭的时候 一方面嫌别人吵 嫌环境闹 但一方面呢 又不愿意去这种很安静的餐厅 嫌不够热闹 所以这个餐厅在慕尼黑 非常有名 是西方人经常宴请的地方 吃饭比较贵 那么这中国中餐厅为什么这么热闹呢 首先是这敬酒 这东西方完全都不同 是吧 西方人敬酒从来 不强迫你 中国人敬酒经常强迫你 我被人强迫的最厉害的就是 来一个人上来就说 马老师 我尊重你 我先干三杯 您喝一口都行 我说这啥意思 这本身就不平等 他说你干三杯 我一口不喝也不合适 我喝一口 家不住你后面还有一百多人呢 都这么说 谁受得了啊 他有点强迫状态 尽管我能多少喝点酒 我就不愿意强迫 自个儿喝到恰到好处为止 中国人讲这敬酒 酒杯要满 酒满茶半满 茶杯一定不能倒满 为什么茶杯不能倒满呢 因为茶是热的 倒满的容易烫着人 不会倒茶的 把这茶杯倒得满满的 一看就是个外行 这酒呢要倒满 倒满表示尊敬 这就坏了 有时候有那餐厅啊 没有那小号的酒杯 你要喝白酒 说这么大一杯子 基本上两三杯子 灌到你脑袋就犯晕 大家都讲先干未净 是吧 这酒厂上非常苦恼 我这个吃过这种 四十人的大桌 大圆锅直径 我想想 这有个七百米长 对面的人 没眼都不清楚 坐四十个人 坐一桌上 轮番的敬酒 这顿饭 屁股基本上招不到椅子上 刚坐下就有人来敬一酒 老得站起来 苦恼之急 那么这种敬酒的文化 敬酒的时候说各种过激的话 什么感情深一口门 感情浅舔一舔 说的各种这种住酒词 就是逼迫你把酒喝下去 中国人认为 酒桌上不醉一人 其实算没喝好 西方人就不是这样 东西方都有醉酒 但西方人不这么醉 西方人醉酒是自己灌自己 中国人醉酒是我灌别人 或者别人灌我 就是把别人灌醉以此为荣 我现在是不跟人拼酒去了 年轻时候经有这事 朋友拉着说那谁谁请吃客 他们老挑衅 他挺你吃顿饭 你还说他挑衅 为什么挑衅呢 说来了就是喝酒 一喝酒上来挑衅的态度 就是说 今喝什么酒啊 说喝什么酒 随您 喝什么都成 我记得有一回一个朋友 多次邀请去喝酒 我就和我另外一朋友说 咱俩都跟他认得了 咱就奉陪一场 做了充分的准备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他说 喝什么酒啊 挑衅 我就说喝什么酒都成 他马上挑了一种酒 他说咱们今儿喝黄酒吧 你知道黄酒这东西 特可恶啊 就是当你感到他酒劲来的时候 往往就晚了 白酒不是 白酒你感觉酒劲来了 如果你有自制 你不再去天杯 你可能就把握住了 但黄酒往往 这酒劲来了以后 后劲极大 你控制不了自己 后来我说好 咱就喝黄酒 他说先上一坛 上来就挑衅一坛 我说哎 别别别去 不喝一坛酒 这样的话 给谁倒多了少了 都说不清楚 大部分喝酒的人 都说我自个儿喝的多 每个人都往高了抱 所以我就说呢 你那酒多大一坛 我记得很清楚 1650克酒啊 这么大一坛三斤多 我说这样 咱们在桌能喝的啊 不能喝的不勉强 能喝的一人抱着一坛喝 自己一坛 自己给自己倒啊 不许撒 撒了还得添 不许耍赖 咱都把它都喝了 那天 一人一坛 那啤酒就不算数 请我们喝酒的人 没到喝完 就出来了 被出去了 不回了 等我们喝完了以后 高高兴兴准备走的时候啊 服务生过来说 说您两位得结账 那么心里就不是很痛快啊 说他请我们喝酒啊 他先喝大 把我们撂着 这一桌席 由我们结账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说这规矩坏了 怎么办呢 正好这老板 这餐厅 带着澡堂子 带着洗浴中心 我说我们进去洗澡 等他酒醒 这一等 就等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我们准备走了 还得有事呢 想走 走不了 说老板 还没醒呢 就等老板醒 我们又熬了俩钟头 到时代来钟 老板醒了 指令下来了 把我们俩才放出去 所以中国人得喝酒啊 就是一定要喝出于后果来 西方人不喜欢 西方人喝酒 我们去喝酒 就是站着 你喜欢喝多少 倒多少 对吧 也不要动作丑在排出 有人给你碰杯 就是免一口 没有非得干了 没这规矩 所以西方人 不管是喝红酒 喝白蒲的酒 还是喝这个洋酒 他那个杯子都比较大 那一口干了 如果你喝威士忌 干两口也晕 所以东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性 真的很大 这种社交场合 除了这种厌隐的社交场合 还有就是比较正式的活动 正式活动 我觉得西方人有一点 经常要求郑庄 其实西方的请柬上没这条 我们今天参加比较重要的活动 底下都有一行字 叫请着郑庄出席 西方人不提示你 你这么重要的活动 一定是郑庄 有一年啊 这个抗战胜利多少年 我给忘了 美国大使馆在钓鱼台国兵馆 举行的这个活动 很多人参加 除了美方的人 还有中方的人 你想想 是二战结束多少年的一个活动 当时还放了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这个黑白的纪录片 那参加所有的会 美方的人都是西服隔旅的 每个人都是郑庄 我们这边不知为什么去的人 连上台发言的人都穿一运动鞋 穿一电弓背心 你知道什么叫电弓背心吗 就身上全是兜了那种 我记得那时候 我儿子刚从英国回来 也去参加这活动 事先还穿衣服干什么 都还准备了一下 到那一看就很生气 就说这种事情 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 身份也不算低 职务也不算低 为什么着装这么不讲究呢 我告诉你 着装不讲究 是一个不自信的彻底表达 一个人在重要的社交场合 如果违背公众的一个规律 穿一种奇特的服装 这人不自信 他才这么干 他不是有个性 他不是鹤立鸡群 他就是内心不成熟 他这种内心的不成熟呢 这个表现在社交场合呢 就是往往以自己不修边斧 不在意细节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感 这在心理学上都是有定论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啊 没出国 或者跟外国人不怎么打交道 到这种场合呢 反而不愿意把自己 就穿得很正经 因为平时也不怎么穿 一穿上自己就更不自信了 这种感受呢 你第一次出席这种社交 正式的社交场所 第一次穿上西装 打上领带的时候 你内心都有这个感受 我也有 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我们就是跟西方人 有很多文化差异 但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标准上 参与一个共同的行动的时候 应该注意自己的仪表 他不是说你在一个自由空间里 比如飞机上 那么飞机上呢 经常碰到老外 这老外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 他抗动 国际航班有的那个空调开的太低了 我是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 要两条毛毯还动得不行 那老外穿一T恤 不盖毯子 然后满头热气 打着呼噜 我就不知道这外国人怎么这么抗动 我来仔细一看 哦 明白了 这外国人啊 毛多 郁寒 胳膊上 腿上 那腿啊 穿一短裤 两条腿啊 说熊腿有点夸张 说是个 马腿羊腿都差不多 全是毛 我见过那个 西方人毛最多的 就是风一刮 身上都动了 毛多还软 所以人家一个经典的传说 就是国外根本就没秋裤 只有中国人才穿秋裤 其实还真不是 这秋裤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但是国外 大部分人不爱穿这秋裤 我其实挺爱穿的啊 我这不嫌丢人 我就爱穿 因为外国人啊 因为他的生活条件改善的比我们早 就是他很早就坐汽车了 那汽车里头 里头暖的活呀 所以一出屋门就进了汽车啊 所以穿少点没关系 穿少点利索 你穿厚衣服不利索 现在要不然就是里头穿的特少 外头有一个 女的来一个皮大衣 男的来一个羽绒衣 一裹就进汽车了 穿多了肯定是不舒服 但是冻着就更不舒服 一到冬天 我天天能看见这种景啊 回家的路上 经过北京著名的一条 夜店街 经常看那女孩啊 站在马路边上 穿一貂皮大衣 光着两条腿 穿一凉鞋 高跟的 动着俩腿 冰着 冰着还冷 冻极了 这女孩站在马路上 这腿 边麻花 互相拧着 太冷了 我看着都冷 你何必呢 你把自个儿冻成那样 你就不能穿暖和点吗 那有人说 抗冬是个锻炼 也是个理念 冬季有抗冬锻炼 我见过那个人抗冻的比赛 一个人坐在兵里 跟人家拼命 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成 我们每个人 你不信你冬天试试去 你别说冬勇 你把鞋脱了 把袜子脱了 您光脚站冰上 站一会儿你试试 那跟站刀片上 没啥区别 人家说你不懂了 说这冬勇的人呢 不能站冰上 你看那冰上不铺一毛巾吗 他跳水里没事 你们说我应该信他呢 还是信他呢 对吧 人养生啊 注意保暖 这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注意锻炼自己 抗冻 也是没错的 比如有人说 我只要 经常有这种耐寒训练 我冬季不得感冒 我告诉你啊 得不得感冒 跟你的体质有直接关系 但不是绝对的 比如病毒性感冒 你身强力壮 依然可以得 中国人保暖的概念是什么呀 头寒脚暖 八分饱 对吧 中国人知道 头冻着没事 脚得暖和了 吃饭八分饱 其实 吃七分饱就行了 八分饱就多了 过去与这个话 对着的 还有一句话 叫 头寒脚暖 八分饱 冷碎热屁 穷撒谎 什么叫冷碎呀 就是 冷的时候 你是不是尿尿去 对吧 尿尿去 小孩过去尿尿 叫尿衰 热屁 被窝里热吧 热大发了 就排出去了 穷撒谎 你知道这个撒谎啊 是社会成本最低的一个事 高效 有时候用一句话 随便就能把别人骗了 但是 撒谎的代价 是后来才能够体现 所以西方人对撒谎的惩戒 比我们要 这个 严重的多得多 我们对撒谎的惩戒 都比较轻 中国人可以想象的 对撒谎的最大的惩戒 就是狼来了 那个预言 西方人一看就是尤达 等级不一样 中国人过去 就是说这脚上穿一棉窝 棉窝 什么叫棉窝呢 棉鞋 特别暖和 咱们认为寒气是从脚底上往上钻 欧洲人认为 这个寒气是从头顶上往下钻 所以欧洲人特别爱戴帽子 你注意看 欧洲人可以 头顶戴一貂皮帽子 但他可以光脚穿一梁鞋 所以你夹本脱 我这有时候就想 这个我们中国人要跟这个西方人 要是突然都扛不过去了 这欧洲人可以抱着中国人的脚 中国人可以搂着外国人的头 反正就这俩地都怕冷 中国人 这个感情细腻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西方人觉得他粗 为什么细腻呢 我们举个例子说 西方人就说 春夏秋冬四季 我们通过四季来换装 中国人四季中间 每一季有六个节气 我们四六二十四个节气 每个节气都有微小的变化 因为有这种微小的变化 就有这种文化诉求 大家就学会了一个词 叫春午秋冬 春天慢点拖 秋天呢 慢点穿 多冻两件没事 别急着捂着 所以春午秋冬 一定是有一个道理的 防止你得病 我们要想 东西方文化 不同的地方 其实真的很多 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生活中看到的 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坐月子 坐月子这词在西方就没有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翻译 坐月子是咱们的国粹 坐月子 这词呢 中国词呢 叫产入期